就是美國人非常非常的敢表達愛 每次是見到面就抱 說掰掰的時候也抱 我就問我紅媽說 為什麼大家就是說嗨說掰掰的時候 都會抱彼此 她就說 因為你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是最後一次看到這個人 我每天都告訴自己 活下來的每一天都是僥幸 今天這個影片拍得非常的臨時 所以我妝髮都來不及卸 我就非常的想要就是 跟你們分享一件 我在美國學到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做什麼事情就是 你想到就去做 因為人生真的很短 2020年對大家來說都很不容易 大家也辛苦了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大家都有戴著一個手環 上面的手環都寫著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欸那個 為什麼純孝的人 都有戴這個紫色的手環在手上 他們就說 喔就是 其實在你來沒多久之前 你的 轟表妹去世了 然後我當然就有問她 是發生什麼事了 那她是因為 跟朋友騎一個越野車 晚上太暗 卡車沒有看到 就撞上去了 那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是她最喜歡的一句話 所以在那個學校 他們對於生命很短暫 這件事情非常的有體悟 然後還有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發現到這件事就是 就是美國人非常非常的 感表達愛 每次是見到面就抱 說掰掰的時候也抱 我就問我紅媽說 為什麼大家就是說 嗨說掰掰的時候 都會抱彼此 她就說 因為你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是最後一次看到這個人 所以我回來台灣 只要是跟我很好的朋友 我一定見到你我就會抱你 除非你就是很不愛抱我的人 我就會盡量不碰你 但是我非常的想抱你 因為 我每天都告訴自己 活下來的每一天都是僥幸 相信大家 就是 也知道2020年發生了很多 我們 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那 就是 我希望大家 看到這個影片之後 希望你可以很勇敢的表達你的愛 抱 你愛的人 我以前很不喜歡回來台灣 因為我回來台灣我會覺得 很沒有辦法感受到愛 不是在說我媽啦 我 我有一個很棒的媽媽 但是是說就是 其他人的方面 所以我 我有很多的愛想要給大家 但是 會覺得 回來台灣 接受到的愛 是很冷的那種 所以 我自從去美國之後 我回來台灣 我只要跟朋友見面 跟家人見面 我都會盡我所能的去 跟他們說 我愛你們 我很感謝你們 不管在離開之前 或是說嗨的時候 我都會給他們一個擁抱 因為你真的永遠不知道 這是不是最後一次 抱到他們 真的希望大家 見面的時候 說再見的時候 擁抱你的親朋好友們 擁抱你愛的人 每天 不要吝嗇 表達你對他們的感激 表達你對他們的愛 因為 你永遠都不知道今天 是不是你的最後一天 今天 是不是 你看到這個人 的最後一天 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可以 趕快 去 對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你所愛的人 跟他們說 謝謝你們 我愛你們 拜託 給他們一個 最大最大最大的擁抱 擁抱 真的是 一個 我們很缺的一個語言 拜託你抱 你抱